花友们晚上好 我是花匠老赏 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对家里的一颗丘利进行了砍头 因为丘利土长得比较厉害 所以就把土长的枝条给剪掉 抑制它土长的现象 砍头剩下的部分就在育苗盆里进行了扦插 看着扦插的枝条已经生根成活 因为前段时间下雨比较多 放在室外淋雨淋的比较多 这颗枝条也出现了土长的现象 探一下它的叶片 虽然叶片边缘部分有些上色 但是枝条土长得比较严重 今天就把它顶端再打一次顶 促使它长侧芽 解决它枝条弯曲现象 丘利算是比较好养的一种多肉 这种植物在养护的时候 只要是给足光照 它就能够正常生长 平时少浇水 做好控水措施 所以很容易土长 这次不要剪太多了 长这么长不容易 从顶端给它剪掉就可以 打顶前先对剪刀喷洒酒精消毒 从这顶端剪掉就可以 剪掉以后顶端就不会向上生长 枝条会越长越粗了 为了解决枝条弯曲的现象 今天弄个铁条给它支撑一下 这就不会打弯了 今天就和朋友分享这些 我是花匠老赏 关注我养花更简单 谢谢